标注电子魔术道具 添加多种水果口味 电子烟商家变换招数 围猎青少年 卖了多少 12个 标榜时尚流行 以戒烟神器自居 电子烟真的安全无害吗 有些电子烟就含尼古丁的 那么含尼古丁的这些呢 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成烟 保护未成年人 电子烟谁来管 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昨天是世界无烟日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当无烟日遇上儿童节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 不妨来聊一聊 如何让青少年免受烟草的危害 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互联网专家包染 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以往呢 我们说到烟草的危害啊 更多的指的还是传统的烟草制品 然而这些年呢 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 对青少年的危害是越来越大 不少青少年就是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了新烟民 那这其中甚至不乏小学生 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 国家其实早就有明文规定了 但是这种现象并没有被彻底的消灭 最近在广东梅州市丰顺县 记者就发现 当地学校周边有一些文具店 私下竟然向小学生售卖电子烟 我们来看报道 钟先生是梅州丰顺县实验小学附近的 一家托管机构的工作人员 一天中午 他发现三名小学生 在托管班偷偷吸电子烟 他们说班上有50多个人 好像有20几个同学都在玩这个 应该是商务产品 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标签的上面 合格证而已 都是没有的 记者随后来到 丰顺县实验小学附近 发现学校一侧 大约50米的马路边 有多家文具店 有学生证实 班上有同学 在文具店内购买电子烟 在一家文具店内 店主承认有货 但坚称没有向学生出售 有没有那个 他们学生在玩的 那个电子烟那个东西 没有 那个不能卖的 你们有没有卖的吗 没卖 一直都没卖 有知情人向记者提供了一段视频 记者很快向相关部门举报 当地市场监管局随即赶到 展开执法检查 检查中 有文具店当主承认 曾违规向学生销售电子烟 卖了多少 12个 这些被查处的电子烟产品 外包装上标注为电子魔术道具 有多种水果口味 有的还可以添加烟油 实际就是电子烟 戒烟门诊的专家介绍 电子烟成瘾性问题不容小事 有些电子烟就含尼古丁的 那么含尼古丁的这些呢 如果它是吸入的 那么到肺部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这个成瘾的发生 另外专家介绍 人们在吸食电子烟后 往往更容易去使用卷烟 这一现象在青少年中尤为明显 一向纳入91051名青少年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后成为卷烟使用者的风险 是从不使用电子烟者的2.21倍 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被查封的这些电子烟的产品 外包装上标注的是电子魔术道具 而且包装真的是五颜六色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电子烟的这些危害 但是是不是对于我们的青少年 甚至是刚才短片中的这些小学生 他们是很难分辨的 这样的电子烟的产品是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的 一定是的 无论是从产品的本身 还是从它的营销模式上看 都具有极强的欺骗性 而且我们看到 刚才小片中放出来的事实 还是一些低端的 这些所谓的电子烟的销售场所 现在我看据我的观察和了解 也有一些认识的人 在从事所谓的电子烟这个行业 他们实际上在最近两三年之内 天天搞巡展 在全国各大的城市 无论是中心城市 还是二三线城市在搞巡展 加盟店铺得很快 加速发展扩张自己的加盟体系 我相信刚才片中放到的 很多的杂货店小卖部 就是他们扩张自己的渠道体系中的 一个基层的神经魔梢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 规定是线上不允许销售的 大家现在全都转到线下 疯狂的在线下低推 线下低推之后 我们都知道电子烟的利润非常之高 实际上我们拆解开了以后 没什么东西 这个的利润 如此之高的暴力 就吸引了使得他们的渠道 不断地走货 不断地放货 然后不管是不是面对未成年人 根本不管不顾了 这种真的是法不忠情 绝对不能要依法严格治理 另外还有一点 在他们在全国各地 进行所谓的营销的时候 用很多的话术 来欺骗市场 欺骗消费者 比如说 列举一些这些话说 找出所谓的专家来说 电子烟能帮助你有效戒烟 电子烟挽救了多少万人 几百万人的生命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收电子烟 你再收传统戒烟的话 你就会如何如何如何 还有电子烟 有益于大家全民减少烟民的数量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刚才节目中已经提到了 你也提到了 就是说整个的烟民 由于降低了门槛 成瘾性低 它降低了门槛之后 实际上孕育出了更多的烟民错材 这一点使得它的危害性 要远远超过传统的卷烟 所以我看到有的分析文章 用了一个词叫围猎 说电子烟现在正在围猎 我们的青少年 甚至是小学生 这样的现象 现在是不是普遍 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了 很多销售电子烟的企业 就是在他们的公开行为里面 都是有承诺 就是说他们必须 要求他们的经销商 要严格地去检验购买者的身份 包括他们的年龄 那么就是这种行动的话 我相信有一些企业的话 也都是实实在地去做 但是就是说你看这个产品本身 因为我是专门买来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说一个就是说 它的外观 它的设计非常的漂亮 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口味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电子烟里面 设计了各种花花绿绿的 就是所谓那个烟蛋 那个烟蛋的话 有西瓜味的 有薄荷味的 有可乐味的 有绿豆味的 就是说五年六种 听说就是针对青少年 对草莓味的还有 然后花花绿的 然后一看的话 如果你去吸的话 那个感觉清清凉凉 而且有苹果的这个味道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其实抽这个香烟 它还是有门槛的 就是说一个青少年 如果要是他第一次抽香烟的时候 他一定是会呛得直咳嗽 流眼泪 然后他经过几次 有人叫唆 或者是自己的去尝试 慢慢的才能适应这个香烟 但是这个电子烟的话 我觉得很快就会适应 一下就上了 对 喜欢上来 而且就是据有关科学家的研究 他就是说让就是 尼古丁的结影 这个确值升高 预值预值升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开始的时候 你吸这个电子烟 你觉得还感觉挺好 可以满足自己 吸的吸的以后 你就觉得这个不过意 不能满足自己了 然后你就会吸真的香烟 它是这样 你这样 所有成瘾性的产品物质的话 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你比如说吸毒的 开始吸大麻 是吧 后面那就得海洛因了 先是吸食 后面就得注射 那么就是所有 喝酒的人是先啤酒 后面的话就得喝白酒 也就是说它进入到了 它的这个预值会越提越高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一个 青少年进入吸烟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 一个通道了 一个通道了 所以就是这一点的时候 还特别值得警惕 所以我们说 这个对于青少年来说 才是真正的一个危害所在 没错 因为我刚才就像刘兄说的一样 我们说成瘾性物质 它分三种成瘾 一种是什么的生理性成瘾 对吧 你吸烟有烟瘾 第二种是什么的 心理性成瘾 心理性成瘾 是手上总有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好像心理 确实依赖一样 第三个最可怕 叫社会性成瘾 什么叫社会性成瘾 别人吸这个电子银 好酷啊 好炫啊 是种时尚的方式啊 我是不是也应该学啊 好像也没什么危害啊 这种的相互攀比 相互模仿 恰恰是处于 年龄段不够大的 未成年人 我们都从你阶段过来的 所以整个把吸烟的门槛 降低了以后 就让青少年的话 所以我们说它让反而 让吸烟的这个群体 低龄化了 这个范围还扩大了 那我们也看了啊 今天其实有一个 正式实施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我们翻阅了一下 里面其实提到了 会明确禁止向 未成年人销售烟 特别是电子烟 那这里面呢 为者最高可以处以的是 50万元的一个罚款 还可以处以停业整顿 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吊销相关的许可证等等啊 我们有了这样的法律规定 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句 这样的违法成本够不够 能不能杜绝这样的现象 据我所知还不够 这个严格严厉的程度还不够 还需要进一步的加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啊 像这样的一种成产品 它的制造成本 批量制造成本极低的 因为什么呢 它确实是一种新型的烟草制品 一方面它是一种电子产品 所以前几年的时候 为什么电子烟很难界定 怎么监管啊 这卖电子烟造电的人说 我这不是烟草 我这是电子 就给我补充一下 就是今天我查了一下 两个非常巨大的 一个呢 主要是代工企业 叫斯梦国际 一个呢叫越克 主要是在低推的 对 已经上市了 对 这两家上市公司呢 在他们的网站上 完全看不到烟这两个字 没错 都是叫做物化器生产企业 就是国际领先的 物化器生产企业 把自己打了个擦拳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有个什么样的危害呢 第一它把自己包装成 摇身一变 我是科技类的企业 高科技企业 在尤其是很多地方经济 在监管的时候 不排除有地方经济的保护主义 对吧 你在当地招工啊 在当地纳税啊 好 我当地有保护伞 这是第一个方面 所以查起来比较难 成本比较高 第二个方面 这些企业往往还加快 在资本的催化下 加快上市 所以18个月 24个月马上就上市了 上市后它摇身一变 把自己又包装成 一个多元化的科技企业 这里面对它的犯罪成本 不是叫犯罪成本 违法成本的认证 成本越来越高 这种认证成本高了以后 监管就显得比较难 同时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烟草专卫法的修订草案 今年4月22日 截止征求意见 现在新的草案还没出来 但是在这一版中明确了 工信部有关发言人 已经说了明确了 对于电子烟这种产品 应归入 卷烟类的烟草产品 同质化管理 所以已经有了监管的 一个明确的界定了 电子烟它的确是烟 但同时又不仅仅是烟 所以的话对它的监管 一定要加强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电子烟 它曾生产的时候 它在开始的 就是完全是模仿着 这个卷烟的这种功能 和使用场景 然后来设计的 同时这里面最重要的 它是有尼古丁 尼古丁呢 它是有成品性的 从于这一点决定 它肯定是烟 但是为什么又说 它不仅仅是烟 因为它在 这个制造的过程当中 会增加很多添加剂 你比如说口味 那么这些口味 它经过雾化以后 会产生 你比如说像饼二醇 和干油 这是都通常要 这个要添加的 如果要是烈化的温度 发生一个比较 比较高的温度 那么它可能就产生的 这个甲醛和乙醛 这样有害物质 就会比较多 另外的话呢 这我说的是合法的 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 这公司 还算是这样 那如果要是说 有一些 它技术含量比较低 然后呢 它对于社会 决社会责任的话 旅行的话 不那么精心的 这样的一些公司 它生产的 那可能里面呢 乱七八糟的 几百种成分 那它可能 木化的时候 产生的有害物质 就更大 而且这里面 还需要一个什么 综合的体系化实力 比如说就举几个例子 在宣传上 话术上 刚才廖老师 已经说过了 它把自己包装成物化企业 电子科技企业 可是我们传统的 在禁烟的过程中 需要在所有的地方 都要明确提示 烟草有害身体健康 18岁以下的卫生年龄 不得稀释 不得在那出售 同时在有关媒体 影视作品中 不得表现吸烟镜头 媒体上 不得播放烟草的广告 这是非常明确的 实际上 在这么有效的禁烟命之中 传统的烟民的数量 已经在稳步下降 已经取得很大成效 但是此消避长 电子烟的吸食者越来越多 所以对电子烟的监管 还需要在宣传广告 等各方面提效管理 没错 就像鲍尔你刚才说的 电子烟其实在最早出现的时候 是被大家看作戒烟神器的 但是结果是 电子烟的适用群体越来越大 年龄层越来越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调查数据推测 目前我们国家15岁 及以上人群 使用电子烟的人数 大约是1000万 电子烟 又名电子烟碱传送系统 是一种将电子烟烟液 经物化器物化 向呼吸系统传送烟碱 和其他物质的产品 记者发现 市场上销售的电子烟 种类繁多 管理也不规范 有的电子烟 没有标明胶油 尼古丁等物质的含量 有的甚至没有任何中文标识 也没有使用说明书 而销售人员 更是把它宣传成戒烟产品 中日友好医院 烟草病学 与戒烟中心主任 萧丹告诉记者 不少前来戒烟门诊 进行戒烟的患者 都曾经尝试过 用电子烟戒烟 结果最后 不仅没有戒烟成功 除了卷烟 还增加了电子烟的烟瘾 得不偿失 那么关于电子烟 能否戒烟的这个问题 实际卫生组织 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结论 不推荐把电子烟 作为人群层面的 戒烟的干预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在我们国家的 临床戒烟指南里 亦不推荐使用电子烟 用于戒烟 近年来 使用电子烟的人群 在不断扩大 据电子烟销售人员介绍 购买电子烟的 主要是两类人群 一类是想见烟的人士 另一类是青少年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 48.5%的人听说过电子烟 5%的人曾经使用过电子烟 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 是0.9% 据此推算 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 使用电子烟的人数 大约在1000万 电子烟的快速推广 我们刚才提到了 其实和这个产业链上 各个参与主体的 这样一个利益需求 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具体到我们今天 所探讨的青少年这个群体 怎么让商业利益 和我们的社会责任 能够在一个 统一的道路上走下去 能够把这些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也是个联动效应 包括对于 首先我们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言 没法必究 其次是什么呢 我觉得要调动 从教育部门 对吧 青少年很多都是在校学生 教育部门 商业部门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公安部门 为什么还有公安部门 这很重要 据我所知 也有这种极端情况 在一些娱乐场所 很多不法分子 采取什么 把一些成语性 更强的毒品类的物质 和这个烟蛋 烟油搅混在一起 你这根本分辨不出来 肉眼也分辨不出来 好像说今天搞活动 免费送一个电子烟 青少年觉得很酷 一吸 然后接着就上瘾了 这就需要公安部门 还有司法部门 等等各个部门的综合协调 第二个 还有税务部门也很重要 很多现在电子烟的产品 到底你是按什么来缴税呢 一般的电子消费品 对啊 你一旦是 而且有的 因为还是高估计企业 还有退税 对 还有退税 一旦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烟草专门法的管理条例 修订完毕 出来之后 我想就应该界定的很清楚了 体系化的 一个网状的结果 来共同治理 这里边首先要负担起这个责任的 还是是不是相关的 我们这些生产厂家 企业应该是一个首要责任者 那么就是说 他们在生产和销售的过程当中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呢 的确他们有各种活动 起了各种的名称 然后呢 号召这些经销商呢 应该严格的 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 不能卖这些电子烟给青少年 但是这些是加盟商啊 我们知道很多就是 比如说搞饮料的 搞食品的加盟商 他们都会用过期食品去 然后不忍心扔掉吗 或者什么 那么如果就是说 这些加盟商 然后你的企业和 这些加盟市商 你对他的这个 这种监管 约束 能有多大程度的 这样的一个 而且你是一个加盟体系 也就是说 从财务上的话呢 各自独立的法人 对 所以呢 从这一点上来说 那我就觉得 在目前的这种方法上 尽管你去不断地宣称 你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具体的经销商 如果有青少年 如果他们去买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生意 做还是不做 还是一个很好验的一个 这个 我觉得作为一个经商者来说的 很难经受过 这样的一个 冲动 你只能销售了 你只能销售 就是原味的烟 或者有一个薄荷味 至少你有一个 然后呢 你不能有那么多 花花绿绿的 对于青少年 有那么强的 诱惑 诱惑吸引力的口味 那个口味 我的确是尝过的 真的是 就是它很容易的话 让人也喜欢上 所以呢 就是这一些 其实是第一责任 然后从国家的监管 和规定上的话呢 在有相关的这种规定 然后一起的话呢 防止青少年 因此而上 我们再回到今天 我们开始提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其中第十七条 是明确了家长的责任 说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 不得放任 缩使未成年人吸烟 含电子烟 否则是居委会 可以介入并报警 咱们怎么来评价这项措施 它的执行性强项 首先我觉得非常赞同 这点非常赞同 其次我觉得执行性应该 还是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的 但是这点呢 主要我觉得还是重点在于 为人父母 对于自己的后代 尤其是青少年 未成年人 应该具有什么呢 一个很好的意识 将健康的生活意识 健康的社会性意识 传递给自己的子女 对吧 你等的时候 一旦说这个事情 已经不可收拾了 你再去找相关的居委会 来进行介入 实际上已经是什么呢 已经是无法而为之而为之了 对吧 亡羊补牢了 重点还在前置的教育 而这个教育重点的是 我们的父母们 要为自己的后代负责 也要为社会的下一代负责 没错 而且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59条还明确规定 学校幼儿园周边 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点 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等 所以我们说学校 是不是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职责 学校可能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呢 市场监管部门 是吧 那么他们应该 就是说这个的话 一定是各个部门 然后协调进行管理 那么就是说学校周围 多少米之内 对于类似的这样的 禁止售卖 市场监管部门 应该尽到他们的责任 所以这个有了相应的规定 还是有一些执法的力量 大家要介入进去 就像刚才鲍尔说的 要形成一个合理 因为这个真的是 关乎青少年的事情 绝对不是小事 是需要我们全社会 都提起一个重视的 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 欢迎回来 无烟日遇上儿童节 其实并不是一个巧合 从1989年开始 世卫组织就将世界无烟日 改在了国际儿童节的前一天 目的就是希望下一代 免受烟草的危害 那这些年 电子烟在资本的加持下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 和经济价值 但是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填补这些数字的是 越来越多 吞云土雾的青少年 那么最终承担巨大成本 付出巨大代价的 将会是全社会 而这里面有我也有你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